在YouTube上是有一個神秘影片 據稱它會造成看過它的人精神崩潰 究竟這條片是有什麼恐怖呢? 各位觀眾大家好,我是Professor Papa 這次跟大家講解的這條片叫做Cowmire 在開始介紹這個都市傳說之前 我要提醒大家 如果你沒有足夠的理智度心理不夠強大的話 就千萬不要找Cowmire的原片來看 因為它的確會令人非常不安 Cowmire在2008年由一位名為MIZ Cowmire的用戶上傳到YouTube 這個頻道至今都只有這條片 影片的畫面雖然是非常詭異 但是就不算是特別驚嚇 只不過是一些奇奇怪怪的圖片 例如是孖山的BB 又或者是些花不斷轉色 以及扭曲了的人像等等 片段最令人不安的地方 是來自它的聲音 貫穿了整條片的一連串非常刺耳有高音的大笑 而且它的笑聲是越來越大聲 越來越沾銳 背景中也都有一把女聲 哼著不知名的旋律 音調極致愛緣 和好像狂歡緊的大笑聲 形成強烈的對比 帶出一種詭異的感覺 那究竟是誰人製造了這條片呢? 我首先用影片的標題 Cowmire進行了搜尋 得出的結果是一間德國的紡織機器公司 以及一個電視劇人類等等 明顯跟這個都市傳說無關的內容 除此意外 就是網民在各個討論區 信問這條片到底是什麼來頭的Post 但是當然 在這些Post裡面 都沒有人可以說得出 他背後的真相 之後我在Cowmire的影片 簡介到 就看到片主是以片假名寫出了Cowmire 這一點引起了我的疑心 於是我搜尋下去就發現 原來Cowmire是一個來自日本的音樂組合 這個組合早在90年代就已經成立 他們創作了很多古靈精怪的音樂 而這條詭異影片中的笑聲 其實就是他們的作品之一 名為Cowmire EP 其實這個歌名是已經寫在影片簡介度 所以我相信這條片只是粉絲為這首歌 創的MV 順便一提 Cowmire的作品在互聯網興起之後 再次在日本流行 不過原因是 很多日本網民認為這些作品 例如是今次首Cowmire EP 以及另一首名為黑暗星期日的歌曲 都會令聽過的人發瘋 甚至是謠傳作者寫完首歌之後 都走上絕路 但是我找到了Cowmire的官方blog 根據原作者解釋 他們的作品絕對不是會令人崩壞 那麼恐怖的東西 當然他們的成員也都沒有因此死亡 雖然破解了這個都市傳說 但是Cowmire可以引起的恐懼情緒 是無容置疑的 不過就好像這個世界上有令人開心 令人傷心的歌曲一樣 那又令人恐懼的歌曲又為什麼不行呢 不知道大家又對這條恐怖YouTube影片 有什麼看法 請在留言告訴我 接下來我會做更多的影片 希望大家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或者上Facebook給個Like 嗎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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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